今次的这条题目呢,我们就讲究竟某一个数是否介乎于一个区段中间的 那这个数,今次这个case就是跟好2 那这个区段呢,就是一个份数来的 那我首先沽且用一个英文字母去表达这个区段是什么 这个区段的范围就是由x到y 那x到y呢,也就是在数族上面 它分开了两点,x和y 那哪个x哪个y呢,就不要紧的 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那我们讨论的就是一个我们想关心的数字 是不是在这个区段的中间 那就是它某一点可能是会有跟好2的这个数字 那如是者,我们今次就会选择一种比较取巧的方法 去证明这个数字是不是在x和y中间的 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就可以compute 跟好2减x乘以跟好2减y的 那证明一下,如果跟好2是真的在x和y的中间的话呢 那跟好2呢,就会在x的右手边 那所以,跟好2减x这个东西呢,就会大过0了 那相反,对于y来说呢,跟好2是在y的左手边 那所以跟好2减y这个东西呢,就会小过0了 那一个正,一个负,双乘 那这个答案整个东西呢,就会小过0的 那但是,如果跟好2呢,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outside of this range的话呢 那跟好2,我们compute的出来 这个东西跟好2减x乘以跟好2减y呢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正数了 那就是因为这一条式呢,那我们就知道 究竟某一个数是不是存在在某一个区段之间 那事不宜前,我们现在可以立刻计一计 究竟跟好2减这一堆东西之后的结果会变成什么 那么,第一个就是 这个跟好2减a over b 那么,很简单,这个只要一通分就搞定了 这个呢,就等于 跟好2个b 减a over b 那么,下面这一块东西呢 我们要计算跟好2减a加2b 再over a加b 那么,我们第一件事就是通分啦 那么,然后将 这些英文字母固定了 那么,我们固定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 这个分子呢,就是跟好2 就是跟好2减1个a 减 跟好2 乘以跟好2减1个b 这个呢,再over a加b 那么,如是者呢,我们看到这里就有一个跟好2减1了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抽个common factor出来呢 有一个跟好2减1 那么,剩下的就是a减跟好2b了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分子呢 又是跟好2b减a的 那么,只不过就是正负号倒转了 那么,如是者,我们为了组合它呢 就是,一会儿为了组合它呢 我们索性在这里前面加一个负号 那么,就保持和上面的分子同一个方式 也就是跟好2b减a了 跟好2个b减a 那么,整个东西over a加b了 那么,然后我们就是到了要compute的时候 那么,要compute这块东西 我们要计算它的成绩出来的 那么,很简单啦,我们就知道 这个跟好2减a over b 乘以这个跟好2减a加2b over a加b这块东西呢 刚刚就是等于 由于这个分子和这个分子相同 那么,我们就直接拿这个分子出来做了 首先,这个跟好2减1呢,就留在这里 好,然后呢,这个跟好2b减a呢 就有一个平方的,这个成这个嘛 就出了一个平方出来 下面的分母呢,就是b乘以a加b了 OK,那么现在就到了一个讨论的时间啦 首先,我们看一看 a和b呢,它都是正数哦 a和b都是正数 所以呢,我们compute了出来的这个分母呢 b乘以这个a加b呢,整个东西呢 都是正数来的,大过0的 分母没问题啦 接着,然后到这个 常数项啦 跟好2减1 跟好2就是1.4减1 那么,这个东西很自然就知道它是大过0的啦 那然后,跟好2b减a哦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那么,首先二次方呢 二次方,这个东西就告诉我们 是大过或者等于0啦 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之后会是等于0呢 就是这一括回里面的东西等于0了 括回里面的东西等于0呢 也就是这个a就等于跟好2b啦 那但是呢 我们看一看这条题目 讲过的条件呢 就是说这个a呢 是不等于这个跟好2b的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不可以 这个东西不可以是等于0啦 那么,这个东西只可以是大过0而已 那么,题目里面 三个东西都是大过0哦 咦,等等先 我们漏了 其实这个前面是还有一个负数的 那么,负里面任何一个正整数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可能等于0啦 那么,负什么都好 那个不是等于0的数呢 呢,出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overall来说 就一定是小过0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么,我们compete了这个成绩 是一定小过0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已经证明了 跟好2就一定是介乎于 第一个a over b 和a加2b over a加b之间 那么,我们呢,就到这条数的第二个部分了 那么,之前说了这个叫x,这个叫y 对啦 那么,然后,x和y呢 那么,就在一条数族上面呢 那么,就分开了两点啦 然后,那么,他又问 究竟这个跟好2 近哪一个多些 我们上次就已经证实了 这个跟好2呢 就确实在这个区段x和y的中间 那么,今次要计哪一个近些 那有什么方法呢 那么,我们很简单的 我们就计算这个y和这个跟好2的距离 那么,估计叫做绝对值小y 那么,同样道理,这个距离呢 我们叫它绝对值小x 那么,很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计算这个绝对值 y-这个绝对值x 那么,这个数 那么,如果这个数呢 大过0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跟好2距离y的距离 是大过 跟好2距离1.x的距离 那么,就像这个图那样 那么,这个数呢 就会大过0了 那么,看这个图我们就知道 这个x是近这个跟好2 多一点的 那么,既然我们会用到一些距离 的concept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引用回 我们之前刚刚计过 这个跟好2 是在这个区段中间的 某一些结果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之前有的就是 计算个跟好2 减 a加2b over a加b 的这个结果 那么,整个东西呢 就是等于 这个跟好2 减1 再乘以这个a 减 跟好2b over a加b 那么,我之前把这个符号 就乘入这个图里面 你看到那个次材 刚刚倒转了 那么,而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好2 减 a over b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通分 就会有跟好2 b 减 a over b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 由于我们涉及一个距离的概念 所以我们 需要将这两个东西 都会加 去变成一个绝对值的方 那么,既然要变成一个绝对值的方 那么,绝对值 对于一些 我们已经知道是正数的东西来说 包括这个分母 两个分母都是正数 还有一个跟好2减1 其实都是正数的 那么,对于正数来说 就是没什么用 那么,这条式的右边呢 的分子部分 就会变成这样的绝对值方 那么,而下面这个呢 之前我说这个分母是正数 那么,对绝对值来说 就是没什么大意义 那么,所以呢 这个分子呢 就只是变成一个分子 就是这个分数就变成这样的方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是要compete 这个y-x 也就是变成这样的 我们要计算的就是 更好2减a加2b over a加b 这一块的绝对值减 绝对值更好2减a over b 那么,这个计算出来的结果 和经过通分之后呢 就会有下面的这个方 这个需要多些计算 不过就不在这儿花时间了 这个分子是 分子是a加2-2-2-b 再成一个绝对值 a-2-b 绝对值删除它 over b乘以a加b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又是一个正负的讨论 那么,我们 刚刚好就是在proof1的这一条那天呢 就已经说过 这样的分母呢 这个是属于正数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绝对值 那绝对值有理无理 这个东西一定是 一定是一个正数的 而且我们proof过 a不是proof 是题目要求 a不等于跟好2b 那么,所以这个东西呢 turn out出来 变成一个绝对的正数 那就是没有等于0的了 这个是变成绝对的正数 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一块了 首先,这个2-2-2 a和b呢 它们全部都是正数 那就是 这个是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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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一个大个0的数 然后再加一个正数 那结果 整个分数 无论分子分母 它们任何一个component 都是正数 那既然是这样 但是,也都是好像做1那条 就是这样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前面是有一个减好的 那其实呢 也就是 这个东西是变成负数的 那说过 既然变成负数的话呢 那很简单 也就是 将它变成这一条式 这个东西 我们turn out出来 变成负数了 那我们知道 第一个绝对值减 第二个绝对值呢 小过0 还是 sympathetic 所以,我们就会有 第一个绝对值负数多 小过去ора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意思是说 这一个 A enin a 比较近,跟好2 你代入这个Y就知道了 所以告诉大家 实际上这个跟好2 应该近一点这个Y 应该在这里 这个就是这一条式所计出来的东西